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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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拥有大约280枚核弹头 比20 十年增加40枚左右 当天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安全事务研究员帕特李夏金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说 中国有人呼吁废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 以震慑那些挑战中国领土主张的国家 对此 中国核战略专家杨成军 22日 在接受环环采访时说 中国核弹头有部分进行一些更新 是正常的新陈代谢 但规模并没有变化 而且 中国的核政策不会改变 因为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目的是要遏制核战争爆发 一旦有国家对中国发动核打击 中国可以进行有效核反击 杨成军认为 报道中提及的中国核战略意图的高度不确定性是一种猜测 没有根据 不能把学术界的建议与中国核政策相互混淆 中国核意图非常明确 当地时间21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塞尔瓦警告称 美国必须现在就行动 保持在军事技术上的优势 否则 中国将在2020年实现与美国军力相当的目标 并且在21世纪30年代超过美国 他声称 美国必须保护现有技术 因为中国学不到 就会买 买不到 就会偷 他们在这三个方面都很积极 宋忠平对环环说 克朗普野心勃勃 要打造最强大的军队 这都需要钱 因此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是最佳借口 目前 美国国会正在制定决定国防预算的 2019年国防授权